港台娱乐圈沉沉浮浮,新旧更迭,永远会有很多新面孔,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港台影视行业蓬勃发展期,在此期间涌现出了很多知名的艺人,有些留下了经典电影,有些留下了经典歌曲,都让人回味无穷。 今天就给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曾经红遍两岸,但却英年早逝的香港艺人们。 1.李小龙 李小龙1940年出生于美国旧金山,从七岁的时候,李小龙就开始学舞,八岁的时候就参演了电影《戏路翔》,13岁就已经跟随叶问学习永春拳了, 并且在熟悉其他拳法的基础上,慢慢摸索出了最适合自己的截拳道。 完成学业后,他就在美国开设了舞馆,并找机会进军好莱坞。 当时的李小龙在美国知名度并不高,他陆续出演了《丑闻叠雪》、《无敌铁探长》、《风流特务涌破迷魂阵》等多部戏,但都只能在里面担任小配角。 1971年,在好莱坞发展不畅的李小龙选择回到了香港,从此开始他功夫巨星的辉煌。 回到香港,他就立马进组拍摄了《唐山大凶》。 这部电影公用后,仅仅三个月,票房就已经超过320万。 经五门公用后,票房更是突破了400万。 一时间,整个东南亚影视圈都知道了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两部电影皆是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李小龙又赶紧着手拍摄《猛龙过江》和《龙争虎斗》。 也正是这一部部精彩的武打电影,成就了这个国际巨星的荣誉。 从配角到主角,从饰演黑帮杀手,再到民族英雄,李小龙这一路走来,经历了太多坎坷。 1973年,正当李小龙准备继续死亡游戏的拍摄时,却突然在7月20日传出他逝世的消息。 据媒体爆料,李小龙是在情人丁佩的家中猝死的。 据丁佩所说,李小龙当时突然头疼男人,服用了止疼药就躺下休息了。 直到经纪人过来寻他,才发现他已经没有气息了。 虽然外界多传李小龙是猝死,但是当时医院解剖了他的尸体,却没有发现自然死亡的因素,也没有证据证明是被谋杀的。 所以法院判定的结果是死于非命。 李小龙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他是第一个将中国功夫推向全世界的人,这在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上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迈进。 李小龙正当大展宏图之际却离我们远去,给人们和影视圈留下了不仅仅是深深的遗憾,更是难以超越的传奇。 2.邓丽君 1995年5月8日,央视播出了一条谱文。 知名歌手邓丽君在泰国因气喘急促去世,享年42岁。 邓丽君因病去世的消息震惊了华语乐坛,大家都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其实,邓丽君身体一直不好,长期感冒未愈,又伴随着支气管炎引起的支气管哮喘发作,真的很要命。 当时由于交通堵塞,延误救治时间,昏迷的邓丽君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致使脑部重度缺氧和心脏停顿。 等人到了泰国青迈兰姆医院,接受近一个小时的全力抢救无效,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邓丽君被院方证实,措施有效救治时机,以致抢救无效逝世,终年42岁。 全世界的歌迷和媒体听到这个消息,肯定是不愿接受的,纷纷赶到泰国青迈,想见到邓丽君最后一面。 邓丽君的恩师左红元在听到该条消息时,根本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他一再向媒体强调,邓丽君始终是用丹田力量在歌唱,都说他死于气喘,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有人直接质疑邓丽君,是否真的死于哮喘,还有人指出,邓丽君病发时,保罗到底在哪里? 这一切的问题都停留在了1995年,不管外界有多少质疑,有多少愤怒,有多少遗憾,邓丽君都已经离世。 尊重逝者,让一代巨星安安静静地走吧。 我们会永远怀念你带给我们美好的歌声,通过音乐达到心灵上的慰藉,会一直都在。 3.张国荣 1956年,张国荣出生于香港,父亲张火海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杨福大王,家境颇为富裕,然而张火海整日忙于工作,很少关心家里。 而母亲一边忙于帮忙生意,一边又为丈夫的冷落感到不快,也就没有心思照顾张国荣,家里的关系很是冷淡。 1977年,21岁的张国荣报名参加了亚洲歌唱比赛,最终获得总决赛的第五名。 比赛结束后,张国荣很快就签约Lee的电视台,正式步入了娱乐圈。 刚出道时,外界对张国荣并不是很看好,但一首《莫妮卡》却令她的人气迅速爆棚,名声大震,一度比肩乐坛巨星。 随后,她又发行了《为你钟情》、《兜风心情》等专辑,影响力更是扩大到整个亚洲乐坛。 1986年,《竞歌金曲榜》颁奖一世上,由于谭永林没有出席颁奖典礼,所以被拿掉一首金曲,由张国荣的歌曲补上,而张国荣也拿到了当年的金奖。 这一做法导致谭永林歌迷的不满,张国荣一上台,他们就在下面虚声一片,乌言晦语,张国荣的歌迷也毫不退让,开始骂战,现场一片混乱。 这件事对张国荣造成的打击很大,他认为自己已经努力唱歌,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在观众眼中,却因莫名其妙的原因遭致辱骂,这让他感到无力和沮丧。 他也一度质疑自己为什么还留在娱乐圈。 80年代中期,张国荣开始从乐坛向影视圈进军。 1984年,他主演的《农本多情》在香港上映后受到观众的喜爱,后来,他主演的《倩女幽魂》、《霸王别姬》、《东邪吸毒》、《阿非正传》等,更成为了影视圈的经典作品。 1989年,张国荣在娱乐圈已经有了很高的话语权, 他也有了想要指导电影的想法。 2002年,张国荣终于开始电影的拍摄。 然而,这部倾尽他心血和期望的电影,却因投资人的问题胎似腹中。 这件事对张国荣的心理造成严重的打击,也成为了压倒他希望的最后一棵稻草。 同年11月,他试图自杀,但被及时发现救下了。 2003年4月1日,他再次选择轻生。 这一次,他卸下了身上所有的重担,永远地离开了。 现如今,张国荣已经离开18年了, 然而喜爱他的人依旧思念着他,还在缅怀他陪伴着我们的青春岁月。 4.梅艳芳 1963年,梅艳芳出生在香港。 他的家境并不富裕,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病逝了。 为了帮家里减轻负担,梅艳芳很小就在戏班子里演出。 1982年,19岁的梅艳芳参加了BTV举办的新秀歌唱大赛, 并一举拿下了冠军,成功出道。 从刚步入娱乐圈到大红大紫,梅艳芳的成名之路已经说得上是一帆风顺。 但成名之后,梅艳芳并不骄傲自满。 待人街舞温和有礼,和哥哥张国荣一样,总是会尽量提携后背。 在娱乐圈中的口碑可以说是与当下风气截然不同。 但外表风光的梅艳芳在感情上却颇为不顺。 她的母亲非常重男轻女,几度为了儿子向梅艳芳要钱, 变相将儿子的债务转到梅艳芳身上,甚至还以她的名义在外面圈钱。 在梅艳芳患癌治疗期间,她的母亲不仅没有关心过她, 还多次打电话来索要钱财,态度恶劣。 在她遭受病痛折磨最需要亲人关心的时候, 都是张学友、刘德华陪伴在她身边。 母亲这一举动,简直是令她心寒。 2003年11月,当时梅艳芳的身体已经虚弱到不行了, 却依旧坚持办完生命中最后一场演唱会。 在台上,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穿上了婚纱。 她一直梦想着可以嫁给自己深爱的男人, 然后退圈生子,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但是直到生命尽头都没能圆梦。 2003年12月30日,梅艳芳在医院病逝, 200多位明星赶过去和她道别,红颜薄命。 一代天后已经离开16年了, 但她依旧活在我们心中, 每年的这一天,都有不少明星、粉丝发文悼念她。 5.林郑英 林郑英,1952年出生于香港。 1963年,只读了两年书的林郑英, 就无奈辍学,开始学习京剧。 后来她跟着余战元习武和红金宝、成龙成为了师兄弟。 4年后呢,林郑英靠着唱戏卖艺的收入, 一直难以维持生计, 于是就和师兄一起进入了电影行业。 1969年, 17岁的林郑英刚进入电影行业做武术指导。 在机缘巧合之下, 她被介绍到李小龙身边, 甚至还参与了唐山大兄的动作设计。 就在林郑英的生活逐渐有盼头时, 却再次受到了打击。 1973年, 李小龙去世。 听到这一消息, 林郑英陷入无比的悲痛。 因为李小龙对她来说, 不仅仅是一师一友的存在, 更是在落魄的时候给她发展的机会。 重整旗鼓后, 林郑英接受红金宝的邀请, 加入了红家班, 开始由幕后转到台前。 在鬼打鬼中, 林郑英只饰演了一个小捕快。 但是在接下来的《人下人, 人下鬼》中, 林郑英扮演道士, 第一次在荧幕上念咒画符, 却如行云流水一般。 这也开启了林郑英僵尸片之路。 1985年, 林郑英主演的《僵尸先生》 公映并迅速在中国走红。 1988年, 林郑英参演《七小福》, 并获得金马奖提名。 在这之后的几年, 香港的僵尸片再无佳作。 1995年, 林郑英被央视邀请拍摄《僵尸道长》 大获好评后, 又继续拍摄《僵尸道长2》, 却没想到, 这竟是她生前最后一部作品。 早在1997年初, 林郑英身体就已经不太好了, 经常无故发热, 无力, 腹痛, 人也日渐消瘦。 被确诊肝癌晚期后, 她并没有静心修养, 有时候即使磕出血, 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也坚持工作, 还喜欢小酌几杯。 就这样, 她的病情更加严重了。 1997年11月8日傍晚, 年仅45岁的林郑英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 与世长辞, 病魔带走了九叔, 却带不走我们对她的思念, 也带不走我们对僵尸片时代的回忆。 就如一位影迷所说, 自英书走后, 我们再也没有看过僵尸片, 她是港式僵尸的开创者, 也是巅峰, 更是终点。 6. 翁美玲 翁美玲1959年出生于中国香港, 祖籍安徽, 因出演《射雕英雄传》中古灵精怪, 刁蛮任性的黄蓉而红极一时。 由她扮演的黄蓉一角, 也成了荧幕上永恒的经典, 至今无人超越。 除了《射雕英雄传》, 翁美玲出演的十三妹, 楚留相知蝙蝠传奇, 挑战, 生锈桥王, 《天师职位》, 《决战玄武门》等影片, 也都表现出色。 拍摄完射雕, 事业上达到巅峰的翁美玲, 在感情生活上却缺乏安全感。 她和演员汤震叶的情感, 在当时演艺圈人尽皆知。 当时, 汤震叶正在演艺界混得风生水起, 经常要去外地拍戏, 翁美玲也经常听到一些闲言碎语。 久而久之, 翁美玲心里的不安感越来越重, 最终想不开, 开煤气自杀了。 终年26岁。 7. 黄家居 1962年, 黄家居出生于香港的一个普通家庭。 17岁的时候, 她爱上了音乐, 学习了吉他, 她的家人不理解她, 周围的人也觉得她无所事事, 然而她并不想屈服于别人的看法, 坚持要在自己选择的人生上走出名堂。 1983年, 21岁的黄家居终于在乐坛出道, 并和黄冠中, 黄家强, 叶世荣组成了Beyond的乐队。 之后的几年里, 他们陆续发行了专辑《秘密警察》, 《光辉岁月》, 《继续革命》等, 都取得了巨大的反响。 黄家居才华横溢, 在团队中主要负责词曲创作, 并担当主唱, 当时乐队的许多歌曲都是她的作品。 1993年, 黄家居四人到东京进行节目录制, 但谁也没有想到, 意外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 黄家居突然从台上失足跌下, 头部着地, 立刻就陷入了昏迷。 6月30日, 一代巨星就此陨落, 31岁, 正是一生中最辉煌的年龄, 但她的人生就这样戛然而止了。 在今年的纪念日上, Beyond的成员在微博上发文缅怀她, 很多粉丝也纷纷发起行动纪念她。 28年过去了, 喜欢她的人依旧没有忘记她, 离开的人依旧会活在人们的心中。 8. 陈百强 陈百强, 1958年出生于中国香港, 祖籍广东台山, 是20世纪80年代乐语流行音乐的代表歌手之一。 陈百强的代表歌曲有, 偏偏喜欢你, 一生何求, 念亲恩, 等, 今宵多珍重, 烟语七迷, 涟漪, 摘星, 不, 深爱着你, 感情到老, 等等。 1992年5月18日, 陈百强已久送服安眠药后昏迷, 被送往玛丽医院救治。 在昏迷17个月以后, 于1993年10月25日, 因脑衰竭而离世, 享年35岁。 9. 张宇生。 张宇生1966年出生于中国台湾澎湖县, 是台湾著名的创作型歌手, 在台湾有音乐魔术师之称。 张宇生开创出了一种新的音乐风格, 他创作的歌词里很多都藏有批判, 会涉及弱势群体, 环保, 对生命的自行, 以及动物关怀等多元主体。 他做了很多音乐人不敢做的事情, 他的代表作有《我的未来不是梦》, 天天想你, 带我去月球, 大海,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自由歌, 卡拉OK台北, 我, 口是心非, 心底的中国, 我期待, 等等。 1997年10月20日, 张宇生发生严重车祸, 被送医院抢救, 在ICU昏迷了24天以后, 最终还是因为并发症去世, 终年31岁。 纵观上面这些大咖, 几乎各个都是一代人的记忆, 他们或用演技, 或用歌声征服着世人, 很可惜, 他们早早就离开了人世, 但他们留下的经典形象, 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